接下來來介紹也是結合的復零運算 我們打開這個關管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我們切換字練習 我們用剖面試圖的上視角來去看一下 使這個跟這個沒有連接 然後這個跟這個也沒有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因為在這個特徵上面我們沒有合併結果 合併結果沒有勾選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去做結合的動作 此時就會產生多本體 也就是說他們有三個的實體 但是並不相連 一個是寶藍1寶藍2 一個是這個的 找出的 所以他有三個的多本體 但是並不相連 那這樣子的話要怎樣做呢? 那首先的話我要做一個圓角的龍珠 圓角的龍珠就是焊接的時候 那要怎樣做呢? 我們選擇 插入 龍接的圓角龍珠 圓角的尺寸是在3mm 還有兩個面 一個是這個面 按滑鼠右鍵確認 然後在這個面 按滑鼠 右鍵確認 離開 也可以 只是我們再以棚面的試圖來去看一下 但是如果說我要出工程圖的話 我必須要讓這兩個 連接起來 那要怎樣的來做 好 也就是說 我們要使用到 剛才有最近有使用到 結合 結合的話 我們要選擇加入 比如說加入這個跟加入這個 好之後按滑鼠右鍵即可 然後再剖面去做一下 Check的動作 比如說 這兩個實體已經做相接的 然後這個的話 並沒有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去出 我們所要的 工程圖 好 好介紹完畢